继每日优报11月3日报道,英国一名下半身残疾的运动员贾斯汀·利文,目前正在起诉伦敦卢顿机场。 此前,他在抵达卢顿机场时,机场无法提供电动轮椅,他不得不用双手托着自己的身体走出机场。 当飞机抵达卢顿机场时,列文要求工作人员为他提供一辆电动轮椅,但是工作人告诉他没有,于是让他坐在高倍轮椅上,还坚持把他绑在上面,这让他感到非常的羞辱。 列文说,多年来,我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,努力保持独立,坐在他们提供的椅子上,让我感到羞辱,他们还坚持把我绑在上面,只让我无法动态。 脊肉酸痛,当时的情况让我只有一个选择,用手托着自己的身体走几百米到达机场出口。 后来,我不得不选择行李车,我把自己拖到车上,然后用手推着地面走完剩下的路。 路顿机场今年在乘客满意度调查中连续第三年被评为英国最超机场。 这位运动员现在正在起诉机场,因为机场为能向工作人员提供残疾人平等和一时培训,并且无法为残疾人提供应有的服务。 路顿机场在一份表明,当我们发现列文没有轮椅的情况下,我们的团队努力寻找解决方案,为他提供了一个辅助轮椅。 但是他拒绝了所有的帮助,因为他认为这些帮助是不可接受的。 如果列文对他所得到的服务不满意,我们深表歉意,但我们对我们的员工在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一切感到满意。 然而,列文说,我对路顿的工作人员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心感到羞辱和愤怒,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爬过机场,或拖着自己在地板上走。 2009年6月,在距离列文21岁生日,还有两天的时候,列文为了支持脊髓者伤慈善组织,失利了一个筹款页面。 他不仅专注于慈善事业,帮助像他一样的人,还热衷于体育运动。 他说,在经历了近四年的各种外科手术和脊柱融合术后,我只能坐在轮椅上。 在这之前,我非常积极活跃,赏场武术和橄榄球,虽然我永远不会放弃恢复双腿的希望,但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。 我对体育的热情仍在,列文是英国轮椅篮球联盟的成员。 2013年,他甚至借了一辆轮椅参加伦敦马拉松比赛。 他还曾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脉和意大利的白云石山脉,其中包括600公里的最艰难的路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